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穿着各式星座圣衣战斗的热血少年设定 瞬间开始在日本走红 当时更是把身披铠甲的斗士题材给推上了时代巅峰 彼时 动画界三巨头的日升与龙之子 看东映靠圣斗士赚的盆满钵满 于是也赶紧推出自家的铠甲系列动画 1988年 日升推出了日本武士风格的铠传 1989年 龙之子也推出了印度神话风格的天空战绩 小时候我们都称他们为铠甲三部曲 其他两部风动漫都已做过非常详细的介绍 有兴趣的朋友都可在播放清单找到 如果懒得找 我也帮各位在右上角做了连结 铠传日语 三木莱 投鲁巴 直译为武士军团 又有一翻译为魔神谈斗士 这令我有点百思不得其解 直接叫魔神斗士不是更好吗 猜想可能是当初翻译人员把日文汉字的传看成谈 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奇葩的名字 反正早期美版权时代都有一堆怪翻译 乱马二分之一叫七笑拳 99奇妙冒险叫强人阵线 现在大家看动画都已经很讲求正名了 相较于大部分只能赤手空拳战斗的 圣斗士星石这个老前辈 凯钻的一大特色在于战士们都有各自特色的武器 呈现精彩的打斗场面 而故事中的人 智 理 性 义 忠 孝 剃 这八颗珠子就是参考日本当时很红的 李剑八犬传的设定 只是多加了一颗忍的珠子 作品中也细致地呈现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比如说五轮美德是忠孝剃忍善 但是妖邪界四天王忠孝剃忍却少了一个善 所以四人才会不知不觉间走向错误的道路 接着就来看看凯钻的精彩故事内容 数千年前 有个邪恶的妖邪帝王在人间掀起战乱 当时有一群身穿盔甲的武士将其逐出人类世界 然而一千年后 妖邪帝王再次卷土重来 他挑中了宇宙的中心日本作为据点 对人类发动侵略 某天有个少年带着一只白虎在东京街头逛大街 由于日本常会有些妖魔鬼怪或外星人造访 所以像白虎这种东西只觉得是生活日常 但在动漫界最没用的警察 还是要出来执法刷个存在感 有个叫纳斯丁的妹子刚好看见这则新闻 他的爷爷柳生三言说 那一定就是魔神谈斗士 爷孙俩平时就热爱研究一些神话和传说 柳生三言更是这方面的权威 因此他断定妖邪帝王阿罗湖即将复活 纳斯丁听完急忙赶去现场 途中突然乌云密布 所有电力通通消失 连车子也无法发动 城市顿时陷入一片混乱 纳斯丁直接干走警察的自行车继续赶路 而在白虎少年这边 也遭遇一个最低等的妖邪士兵袭击 少年帅气的扒开外衣 介绍自己是用仁义之心驱除邪恶的烈火 真田辽 本以为一人一虎应该是轻松干掉之小兵 没想到刚出新手村的辽竟然陷入苦战 小兵的武器还差点波及到一个走失的小屁孩 幸好纳斯丁及时赶到用忍数自行车替身术救下的小屁孩 不过聊这边还是继续被小兵胖揍 危急时刻又有四个人过来帮忙 分别是用智慧之心驱除邪恶的天空羽才当麻 用正义之心驱除邪恶的金刚秀丽皇 用忠诚之心驱除邪恶的水浒毛利参 以及用礼仪之心驱除邪恶的光伦伊达征士 真田羽才毛利伊达 熟悉日本战国的朋友对这些姓氏肯定不陌生 他们就是日本战国时期这些大名的后代 只是金刚的秀应该是原创的 没听过这姓氏 太好了五人都到齐了 大姐姐你认识他们吗 他们是传说中的魔神谈斗士 很厉害哦 还曾经阻止大魔王统治这个世界呢 没想到纳斯丁一开口 却引来要挟士兵不爽 直接用铁链将两人抓起来 情急之下 辽赶紧召唤铠甲进行武装 伴随着迅力的布曼 及满天飞舞的樱花 辽终于穿上自己专属的烈火铠甲 只是这五田嘉辉 要是改成真田的六文钱嘉辉会更好啊 这集虽然没有其他四人茁壮的画面 但他们也是很适向的穿好铠甲 妖斜武士健壮也使出妖术 将纳斯丁两人丢进后方电视屏幕上 只要自己遭到攻击 伤害就会传给后面的两人 这下辽终于抓狂了 为了世界和平 什么女人小孩都可以牺牲 突然身上铠甲的温度急剧升高 最后使出一招双眼斩秒掉妖斜武士 威力大道连后面的大楼都被劈成两半 妖术破解后 纳斯丁两人也都获救 就在众人高兴之余 阿罗湖麾下的四魔匠也登场了 分别是鬼魔匠诸天童子 暗魔匠恶努米首 毒魔匠纳雅厕 患魔匠罗咒罗 而且连大魔王阿罗湖都亲自现身 还在城市上空盖起了一座妖邪城堡 不过他们也只是出来讲个话就离去了 你们也看到了 那五个小鬼身上有着特殊的力量 必须趁他们壮大之前将他们铲除 阿罗湖大人 刚刚我们要是发动总攻击不就直接铲除了吗 看我爽就好你管那么多干嘛 你问题这么多就第一个出击吧 是遵命 于是鬼魔匠诸天童子便奉命来追杀主角们 很快就发现他们全都躲藏在地铁站 聊这时候突然智商掉线 要大家将铠甲卸下 形成结界保护纳斯丁他们 然后赤手空拳去和诸天作战 想当然尔有装备都打不过了 更何况是空手 所有人的攻击对诸天来说比抓痒还不如 抓痒至少还会让对方觉得痒啊 诸天也不想跟这群菜鸟继续纠缠 直接开出大招红雷闪 四周突然冒出无数条锁链 将辽等人全都捆绑住 危急时刻不知从哪冒出一名僧人 将席杖扔向铠甲中央瞬间将结界解除 铠甲得以重新回归到众人身上 大火箭壮也赶紧先武装起来保护自己的性命 接着五人拿出武器不讲武德围攻诸天一人 聊更是使出双眼斩硬扛下诸天的红雷闪 虽然成功在诸天的阵雨之上画了一刀 但自己也力竭倒下 此时明明只要阿罗胡现身就能碾压全场 但他却只是发功将五名弹斗士给吹散到各地 现场只留下一把烈火的刀 看着刀上散发出的小宇宙 纳斯丁觉得辽他们一定还没死 于是骑上老虎白眼开始唤醒五人之旅 画面来到妖邪城天守阁 诸天正因为打败的真田辽而沾沾自喜 你到底在得意什么小朋友 最后还不是靠老板捕刀的 而且这种简单模式竟然没有无伤通关 还被砍了一刀 简直烂透了 画面来到纳斯丁这边 他们正被一群妖邪士兵追杀的同时 上级那个神秘僧人再度出现 用席杖使地面裂出一条大缝 来阻断士兵的追击 而且运气值爆棚还找到自己的车 一路朝着烈火刀指引的方向 富士山前进 真田辽被阿罗胡的腰力吹走后 果然掉落在富士山底部 由于他铠甲属性是烈火的关系 碰到山底灼热的岩浆 不但没事连伤都治好了 可就在辽爬出火山口时 朱天早已在此恭候他许久 并展开猛烈攻击 幸好白岩及时赶到 将另一把刀交还给辽 原本还落于下风的辽 却因为火山喷发与烈火之铠 产生反应 获得地形加成提升力量 一下子就将朱天的武器给破坏 逼得朱天只好抓起纳斯丁跟小鬼当人质 将两人推入火山底 为了怕铠甲的热度会灼伤两人 辽只得解除武装 跳下去将他们救起 这也郑重朱天下怀 随即用铁链将辽捆起 明明将一刀往脖子抹下去就结束了 朱天偏偏要将辽抓起来撸石头 这才让辽逮住机会 使出天马回旋遂及 两人一同坠入滚烫的岩浆中 最后关头虽然被朱天脱逃 但辽也趁机武装 借用地形效果打败了鬼魔匠朱天 回到妖邪城后 朱天难免又受到同辽的冷言冷语 妖邪帝王阿罗胡完全都没有意识到 是自己亲手将辽他们送往炼工厂筑其炼工 并派出独魔匠纳雅厕接替朱天的任务 而原本东京上百万居民也被囚禁在妖邪城 似乎准备进行什么阴谋 另一方面 不知下一步该往拿走的纳斯丁 决定先回千石大学询问爷爷的意见 只是没想到这里早就被妖邪界盯上 看见四周花草全都枯萎 纳斯丁就察觉到不对劲 果然进到屋内马上被一群妖邪士兵袭击 等级已经提升不少的辽 现在不用穿铠甲就能轻松干翻这些士兵 无奈纳斯丁的爷爷也遭到妖邪界控制 挥刀攻击众人 辽虽然成功破解妖术将其唤醒 但爷爷也中了妖邪界之毒命不久矣 临死前他将调查到的古诗告知纳斯丁 只要能解读诗的内容 就能找到其他人的封印之地 此时幕后黑手纳雅厕终于出现 他的必杀技蛇牙剑能幻化出六只手臂 加上刀刃的攻击还附带毒的属性 一时间让辽不知如何应对 没想到小屁孩无意间用相机拍到的纳雅厕 只有两只手 辽之才明白是因为他快速挥动手臂 才让人产生有六只手的错觉 了解真相后 辽解除武装来增加自身的速度 最后成功避开蛇牙剑的招式 夺刀反杀纳雅厕 与此同时 纳斯丁也解开第一道谜语 认为跟光有关的争事可能被封印在秋方洞 秋方洞是日本最大的钟乳洞 又被誉为最黑暗的地方 位于本州岛最西边的山口线 纳斯丁无奈只能从东京开车长途跋涉过去 然而更无奈的应该是白眼吧 你们只顾爽爽的搭车 却叫他自己用脚跑过去 来到秋方洞后 独魔将纳雅厕再次出现在众人面前 原来上回他是假装打书 一路跟踪辽来到这边 辽要纳斯丁他们先进洞内寻找争事 自己来阻挡追兵 经过这段期间的恋等 外加富士山试炼突破 辽不用武装就能跟纳雅厕打得不相上下 可是终究还是躲不过对方暗算 眼睛遭到刀刃上的毒液弄瞎 危急时刻多亏白眼即使赶来护主 并载着辽迅速逃进秋方洞内 洞内虽然伸手不见五指 但反正辽的眼睛也看不见 于是他只好武装起来 靠小宇宙来感觉珍视的所在 在跳下一个漆黑的深渊后 终于发现被封在冰柱里的光轮珍视 不过先进来的纳斯丁跟小鬼 已经被纳雅厕抓住 人质的威胁加上两眼失明的双重打击 辽完全不是纳雅厕的对手 就在他即将被干掉时 突然用手击碎后方的冰柱 珍视感觉到同伴召唤破冰而出 就像辽的烈火铠甲可以利用火山升级 珍视的光轮铠甲也在这黑暗中 积累不少光的能量 随即一招雷光斩直接送纳雅厕回老家 而聊的双眼也在光轮间的治疗下重建光明 找到两个同伴后 接下来又是猜比时间 不过这谜题其实非常好猜啊 会50音的人应该都看得懂 只要抓重点单字来看就好 例如第一句这个 Narutooku Naruto就是名门 指的是四国跟淡路岛之间的名门海峡 不死福西 听起来像是富士福吉 秋宝塔念起来就是Akihoto 秋方洞 最后这个哦雪山就是北海道的大雪山 解开谜题后 众人又马不停蹄来到名门海峡 聊猜想 水浒大概就躲在下方这两个大漩涡里睡觉 为了早点将伙伴收集完毕 他们打算兵分两路 这里交给聊负责 珍视跟纳斯丁前往北海道唤醒金刚 你们两个没问题吧 我干脆让白岩陪你们跑去北海道吧 看了我才不要 没想到这消息也被阴魂不散的纳雅塑听到 立即传送回去给妖邪城 阿罗湖则派按摩匠恶努米首前往北海道干掉金刚 阿罗湖大人 我们为什么不请全力先干掉一个 住口 做人不能这么不讲武德 画面来到辽这边 他在海底遭遇不少妖邪士兵的袭击 幸好穿上铠甲虽然动作比较慢 但能自由呼吸 不过他游着游着突然感觉身体变得沉重 再看看旁边的死鱼 原来是毒魔匠纳雅塑在海里放毒 由于先前在秋方洞的战斗使盔甲受审 毒液透过细缝侵蚀寮的身体 令他全身开始麻痹 纳雅塑见状使出新招六截大蛇 将六把刀像蛇一样连结起来挥舞 一击便将疗打入海沟 接着纳雅塑也在海底发现了水浒身 并用毒杀光守护在他周围的鱼群 此时烈火双刀突然飞过来将身给唤醒 看见四周都是死鱼的身火大了 爆发水浒铠甲之力 举起二条枪一招超流魄干掉毒魔匠 另一方面来到北海道的 曾氏与纳斯丁遭遇狼群袭击 没想到暗魔匠很好心地引发一场雪崩 帮他们干掉狼群 何方高人出手相助 嘿嘿嘿 是我暗魔匠恶奴米少 抱歉我们现在很忙没时间按摩 你看啊不是那个按摩 你死定了 面对敌人突然来袭 曾氏赶紧武装起来 而且他比辽海聪明 想先破坏岩石放出金刚锈 这样就能二打一轻松获胜 没想到雷光斩砍在岩石上 竟然起不了作用 两人就这样被恶奴米少打落雪瀑布 恶奴米少还将他的黑狼剑插入岩石 让剑慢慢地朝岩石内部移动 直到刺穿金刚的心脏 而掉落瀑布的曾氏二人 再度被神秘僧人搭救 昏迷之中 曾氏仿佛听见僧人告诉他 只有专心一致使出了雷光闪 才能破坏封印的巨岩 于是纳斯丁自告奋勇去引开敌人 让曾氏专心在这黑暗洞中积累光的力量 纳斯丁很快就被恶奴米少抓住 并掉在瀑布中变成冰棒 这段期间 曾氏也已经屏除杂念 做到专心一致 从洞穴出来后 先是救下纳斯丁 随即发动心无杂念的雷光闪 打败恶奴米少 也顺势劈开巨岩 让金刚出来跟大家见面 你们最好给我解释清楚 为什么他们已经有四人脱离封印 实力还变得更强啊 阿洛湖大人 这从一开始就是你的错啊 本来我都要将他们团灭了 是你自己把他们吹走 而且也不吹远一点 还吹到能强化他们属性的地方 你要是吹到美国 他们就没钱买机票去救人了 看我是要你们想办法 不是吐火槽 大王 这次就交给我罗咒罗吧 只要他们没有天空在 就没人智力能赢我 于是趁两方人马上位会合 幻魔将罗咒罗布下了一个阴险的杀技 他先是来到集合点的寺庙 伏击烈火与水壶 使出必杀技投之网 将两人困住无法动弹 再骗他们说 天空已被妖邪界抓住 想救他就到天之桥历来 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吗 现在直接将两人杀掉就好 还要设什么计谋啊 随后 辽宇生来到天之桥历 罗咒罗用幻术 让两人看见被囚禁的天空当马 还让两人将对方看成是敌人 互相打了起来 最后双双使出必杀技 造成两败俱伤 两人也因此倒地不起 在屁孩的带领下 曾氏与秀也来到天之桥历 看见受伤的辽宇生 明白这是敌人的诡计 不过曾氏却从两人身上的伤 察觉案情并不单纯 突然四周弥漫起一阵浓雾 罗咒罗又顾忌从尸 让曾氏与秀互相将对方看成敌人 早就有防范的曾氏 不敢贸然放大招 这时又看见对方武器 打在岩石上的痕迹 判断出应该是金刚的三结棍 曾氏终于明白一切 于是放弃抵抗 用身体承受秀的必杀技 相信铠甲会保护自己 曾氏被打败后 幻象也随之解除 知道自己被骗 秀的怒气值早已爆表 随即使出一招 掩铁碎击败的罗咒罗 当晚所有人聚在一起休息养伤 抬头仰望天空时 辽突然想到古诗最后一段谜语 我把自己献给蔚蓝的天空 顿时想到 天空当麻应该是在宇宙中 此话一出 拥有上帝视角的阿罗胡也同时听到 并要四魔将准备下一波的攻势 大王 我们该如何对付漂流在宇宙的天空 说罢 阿罗胡便召唤出一群地灵众 要他们集结妖力朝宇宙方向发射 妖邪炸弹 于是地灵众选了一栋高楼作为炮台 开始凝聚能量 另一方面担心当麻安危的辽宇秀 趁晚上众人熟睡时 偷偷潜入东京来调查 却意外看见地灵众正在急气的这一幕 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但看到一堆妖邪士兵防守 其中一定有问题啊 当两人还在和士兵纠缠的时候 妖邪炸弹已经射出 幸好神秘丧人又再度神救援 只见他丢出手中席杖 立即就化解第一颗妖邪炸弹 不过阿罗胡表示 他的本钱还很雄厚 接着让地灵众再次聚集能量 准备发射第二颗 利用这空档 辽宇秀也杀到大楼来了 但鬼魔将诸天童子早已守护在此 与两人展开激烈对战 在地灵众的妖力加持之下 诸天顿时力量大增 辽宇秀很快就弱了下风 趁妖邪炸弹发射的那一刻 辽不顾一切跳了上去 和妖邪炸弹一起飞向宇宙 其他的同伴也都相继赶来 但他们也只能眼睁睁看着炸弹飞走 担心辽的安危 妖邪帝王阿罗胡 被他们担心队友的真诚感动到 于是开了一个200寸大荧幕 做现场直播 在炸弹里的辽力量不断被吸收 受不了的他终于使出双眼斩 从内部破坏掉炸弹 这时终于看见漂流在太空中的当麻 不过力气用尽的辽 逐渐失去意识飘向远方 突然所有铠甲产生共鸣 将当麻唤醒 当麻赶紧射出一发天空之箭 像在玩怪物弹珠一样 将被光球包覆的辽给弹了回来 最后两人一同回到地球 奇怪的是 当五人铠甲发生共鸣时 朱天竟然也有所感应 不明所以的他随即赶往两人降落之地 阿罗胡却耐人寻味的说 难不成朱天的良知开始苏醒了 朱天见到辽后 免不了又是一场恶斗 但辽的体力几乎用尽 成了朱天单方面碾压 就在他犹豫要不要杀掉辽时 背后的当麻直接放冷箭 使出必杀剂天空波 受此一击 朱天的面罩立即裂成两半 当麻这才发现 原来他也是个人类 正要开启对话视窗时 阿罗胡就像做贼心虚 强行将朱天召回 随后其他同伴也都来到现场 五人终于再次集结到一起 阿罗胡不得不暂时封锁妖邪城 防止五人入侵 妖邪城大门关闭后 物之回廊也随之启动 纳斯丁记得承听爷爷说过 这物之回廊就像是没有水的护城河 保护着妖邪城堡的外围 一旦启动就无法通行 只能从妖邪大门进入 秀不信邪找来一台面包车 驶入雾中查探敌情 结果连人带车被妖邪之力反噬 差点就去地狱报道 明明只要不开大门 僵持个几十年就能把主角团困死 可罗咒罗偏偏献计 要阿罗胡打开大门 自己会设下一个歹毒的陷阱 来消灭他们 难得有部下主动提案 阿罗胡立马同意这项计划 此时 辽等人还在为了该如何 找出城门而发愁 没想到物资回廊突然就自己散去 自善妖邪大门就这样 直接暴露在众人面前 由于此趟路程生死难料 辽不想让纳斯丁他们涉嫌 因此故意赏了屁孩一巴掌 并说戴上他们是个累赘 我恨你 我最讨厌凯传了 我要去看圣道士 辛苦你了 辽 没想到要你来扮黑脸 没什么啦 我本来就看这死小鬼很不爽 虽然嘴上这么说 辽还是让白眼却保护纳斯丁他们 随后五人就大步迈入妖邪之门 才走没多久就遭遇到幻魔将罗咒罗 罗咒罗召唤出许多妖邪兵 对主角们催奏魔鹰 在魔鹰结界干扰下 众人竟然无法进行武装 没有装备了他们 被罗咒罗一顿痛扁 还被困在他的绝技 头之王无法动弹 另一方面 纳斯丁找到屁孩 跟他解释辽达他的用心良苦后 转头就看见大家都被困在一张巨大的蜘蛛网上 两人虽然想过去救人 但却被阻挡在妖邪门外 这时 神秘僧人的席杖突然出现在面前 有了席杖保护 纳斯丁顺利进入大门找到辽他们 在席杖的法力加持下成功驱散妖邪兵 辽得以抓住机会进行武装 接着直接一招双眼斩 秒掉罗咒罗 这次双眼斩的威力 不但将四扇大门给摧毁 连妖邪城天守格也被余波扫到 害阿罗湖差点闪尿 于是他下令出动城内数十万妖邪士兵 来对付主角们 可是大王 您上集不是说要讲武的 不能以多欺少吗 笨蛋 你没听过时空背景不同之术吗 另一方面 在主角团这边 才刚打完一个幻魔将 马上又遭到成千上万的士兵包围 五人立刻切换成打架模式 与这些妖邪士兵开干 由于敌人数量实在太多 五人在战斗中逐渐被冲散 眼看既然没有人过来保护 纳斯丁只好拉着小鬼 又躲进他最喜欢的地铁站 在里面跟敌人玩了一阵躲猫猫后 幸好真是及时出现救了两人 不过他们这一组 也被按摩匠恶努弥首给盯上 怎么又是你这按摩的 别看啊 就跟你说我不是按摩的 我是来向你报大雪山之仇的 两人属性刚好是相克的一光一暗 恶努弥首拔出背上的黑狼剑 周围的光突然都被剑吸收 转化成黑暗的力量 就连真士的光轮剑感觉都快要没电 随即恶努弥首消失在黑暗中 对真士展开一轮猛攻 因为四周一片漆黑 不晓得纳斯丁他们躲在哪 真士不敢贸然使出雷光斩 但恶努弥首可没在顾忌这些 直接施展他的必杀技 暗黑超飞斩 真士被这股黑暗之力击中 身体逐渐在消失中 没想到小屁孩竟然会心眼见 能在黑暗中看清一切 他将席帐直接朝真士扔去 席帐发出了光芒 立即普照整个地铁站 让黑暗中的恶努弥首无所遁形 真士也顺势使出雷光斩打败了对手 不过事后席帐竟然找不到了 画面来到秀这边 他跟众人走散后意外遇见了当麻 不过两人才组队没多久 又被及时而来的电车给拆散 秀在车厢内解决完一票士兵后 不幸又中了幻魔匠罗咒罗的幻术 幻境里 秀看见两个穿铠甲的武士 砍得两败俱伤 随后阿罗胡就现身对他进行思想改造 他告诉秀 铠甲都是充满野心与憎恨的 许多人都试图透过铠甲来得到力量 因此在战争中 死于铠甲之下的人不计其数 要是秀继续使用铠甲战斗的话 他的铠甲就会变成像四魔匠那样充满怨念 不只是秀 就连其他人也是一样 最终所有人都会入魔变成阿罗胡的手下 秀不相信阿罗胡所说的话 开始攻击同伴的幻影 将这些幻影击碎后 罗咒罗又继续现身说着 嘿嘿嘿 不愧是金刚的铠甲 亲手杀掉同伴的感觉很爽吧 你的铠甲比其他人都还要凶残且嗜邪成性呢 你骗人 那为什么我不是第一主角啊 不信的话就用你自己的身体好好体会一下吧 突然四周又幻化出无数兵马朝秀直奔而来 无奈之下秀只好进行武装来战斗 罗咒罗又再施幻术将自己变成巨人 一步步将秀心中的暴力之气给激发出来 最后秀武力大暴走 使出威力惊人的掩铁碎 击败罗咒罗破除幻境 当马纹身后也随即赶来 看见眼前大罗被打成废墟 惊讶秀竟然有这样的力量 此时一颗充满怀疑的种子已在秀的心中种下 回到妖邪城后 阿罗湖对罗咒罗的表现非常满意 接下来他准备派鬼魔将诸天上场 阿罗湖大人 为什么是诸天呢 他不是已经跟我们貌合神离了吗 放心 他被我抓去改造 很快又会跟我们相亲相爱 感恩欺负 赞叹欺负 感恩欺负 赞叹欺负 放开我 我不会加入邪教的 在抵抗 体内马上会形成一颗只知道杀戮的心 动手吧 要学中 画面再度来到主角团这边 经过几集分开大乱斗后 五人终于又聚在一起 不过秀的内心明显动摇了 此时充满杀气的鬼魔将诸天也找到他们 经过这次的深造再出 诸天等级已大幅提升 除了秀之外 其余四人都穿上铠甲应战 秀 你在发什么呆啊 他现在的样子就是我将来的样子 不会啦 你的颜值怎么跟诸天比 快点武装起来啊 秀无奈只好摆出变身的姿势 由于对铠甲之力心生怀疑 武装竟然失败 还没等众人多想 诸天已经攻了过来 结果上集那些什么在岩浆 海里 洞穴里练攻 这些铺陈通通都变成了屁啊 现在又变成五人如果没有骑星 就无法发挥力量 诸天一招威力升级的红雷伞 当场打趴四人 神秘僧人来到场边观战 但他没有出手 他想借此机会来考验众人 让他们明白 铠甲是善是恶 取决于使用者的内心 反倒是一旁的屁还忍不住 骑着白虎出手了 但一掌就被诸天拍走 晕倒前 屁还告诉秀 他相信秀的铠甲是正义的 结果这什么洗脑的铺陈 一击就被破了 秀终于不再迷惘 成功穿回金刚铠甲 一招掩铁碎 就打败强化版的诸天 正当阿罗虎准备再次将诸天回收时 却被神秘僧人直接拦虎 用公主抱将诸天抢走 这时才知道神秘僧人 名叫嘉雄须 和五位主角早就认识 是一路指引他们的导师 众人赶紧找了一处 造景优美的庭院叙旧 嘉雄须先是对五人的成长 表扬了一番 接着告诉他们 四魔将的铠甲 和他们的铠甲细出同门 只不过四魔将被阿罗虎给操控 而阿罗虎的目的 就是要得到这九件的铠甲 此时诸天刚好醒来 嘉雄须要众人先离开 他想单独和诸天聊聊 他告诉诸天 铠甲是由人心的力量做成的 烈火是人 金刚是意 光轮是理 天空是智 水虎是性 而诸天代表的则是钟 其实在最初设定的时候 四魔将铠甲也是有名字的 鬼魔将铠甲为贵力 代表的是钟 暗魔将的铠甲为黑暗 代表的是笑 独魔将铠甲为钥匙 代表的是剃 幻魔将铠甲为梦幻 代表的是忍 不过在动画中 就没提到过这些名字了 钟就是对主人忠诚 虽然在你有记忆的时候 阿罗虎就是你的主人 但要对谁效忠 选择权还是在你身上 你就按照铠甲的真实之心去战斗吧 说完 嘉雄虚便转身离开 让诸天独自去思考 在城内看见这幕的阿罗虎 急到快跳脚 虽然他没有脚 自己在铠甲数量上 已经输对方一箭 又是诸天又被拐跑 那损失可就大了 于是他赶紧下令 要三魔将去带回诸天 虽然曾经一起共事过 但诸天跟三魔将 早就互看不顺眼 当然不会乖乖配合他们回去 于是三人开始公报死仇 联手围攻诸天 在一打三的情况下 诸天很快就落得下风 躲在一旁的辽他们 终于看不下去出手相救 诸天看到他们五人飞快地成长 终于明白 这就是遵循铠甲真实之心的结果 突然阿罗虎不讲武德 一个落雷击退辽他们 三魔将则趁机将诸天给带走 违禁之际 也只有公路妖邪城堡去救人 聊向嘉雄区询问进入城内的方法 嘉雄区只说一切交给他处理 要众人先好好休息 养精蓄锐 在跟白岩道别后 嘉雄区独自一人走到大街上 他打算耗尽自己生命 来搭建一座通道 阿罗虎虽然出来阻止 但仍比不过嘉雄区坚定的除魔决心 他坚信谈斗士们 并会继承他的遗志打败阿罗虎 随其生命燃尽 一座通往妖邪城的圣桥 就在众人面前高手入云端 为了不辜负嘉雄区的牺牲 武人义无反顾的进入圣桥 前往妖邪城 途中虽然遭遇一群地灵众骚扰 但圣桥自带防御功能 瞬间就消灭掉所有地灵众 不久武人便来到妖邪城内部 这里的守军远比外头游荡的士兵还多 众人赶紧穿上铠甲 放大招来对付这些守军 有批成经验的鸟 更是直接一个双眼斩就朝天守阁批去 只是这次不同于上次 双眼斩竟然被阿罗湖原封不动地弹了回来 随后三魔将出现在城堡屋顶上 他们也跟诸天一样去给邪灵众赞叹西部 三人等级都瞬间提升好几个档次 并同时开出大招打得主角们措手不及 接着就进入大乱斗捉队厮杀的时间 正式这边又遭遇到老对手暗魔将 面对实力提升的恶努弥秀 正式有点招架不住 辽与生则是掉入一个剧毒炫锅里 独魔将为报名门海峡之仇 发誓要让两人葬送于此 紧要关头生死出超流魄将辽送离此地 独自留下来对付纳雅措 而当马与秀被幻魔将困在幻境世界中 四周的佛像开始发射激光攻击两人 当马以自身为诱饵 对着所有佛像万箭齐发 帮助秀找到罗咒罗本体 秀则抓住罗咒罗一同坠入深渊 让当马继续前进 在同伴舍命的帮助下 辽与当马终于来到阿罗湖面前 为了奖励两人 阿罗湖告诉他们囚禁人类的原因 主要是为了吸收他们心中的精神力量 只要人类心中存有怨恨 妖邪界就永远不会灭亡 当马想趁聊天时对阿罗湖放冷箭 结果反倒被轰飞出去 剩下辽一人 阿罗湖用头发将他捆绑住 本来是想将辽给吞食进去 后来觉得辽的力量还不够强 要他多受点痛苦 变得强大之后再来吸收 也将辽给打飞出去 换面来到纳斯丁这边 他们感觉到辽陷入苦战 于是也骑上白岩通过圣桥到达妖邪城内部 结果来这边也只是添乱而已 根本帮不上忙啊 而原先在不同空间战斗的三组人马 也通通打到一起 被阿罗湖轰飞出去的当马战状 立即加入战斗 形成四人对战三魔将的局面 在妖邪城天守阁大萤幕前 观看直播的阿罗湖 发现这四人竟然也跟其他动漫主角一样 莫名其妙的变强 连升级过后的三魔将都逐渐落于下风 阿罗湖干脆心一横将三魔将吞下肚 直接接收了这三件铠甲的力量 单身了千年 原本只剩下头的阿罗湖 终于能够再次愉快地使用双手啊 另一方面 纳斯丁也找到受伤倒地的辽 不过妖邪士兵也很快就围了上来 围起时刻 当马四人及时出手救援 这下五人终于又聚集到了一起 众人摆开一个金字塔形状的结界 瞬间消灭了包围他们的守军 连被关在地牢的诸天铠甲 都一同产生共鸣 随即干掉看守他的一群地灵众离开地牢 阿罗湖懒得跟他们解释 直接一个大手就破坏结界将寥给抓住 我就说这女人跟小孩根本就是来扯后腿的 众人对付阿罗湖的同时还得分心救他们啊 辽的烈火铠甲也因为能量消耗过度自动脱离 阿罗湖见状比了个耶的胜利手势 将历劫的天空水浒金刚三件铠甲吸收 为了替辽的铠甲争取CD时间 争识只好独自一人硬钢阿罗湖 不过下场也是一样遭到吸收 阿罗湖吞食掉这些人后 身体跟双脚也都长了出来 看见这幕的辽 哪管他什么CD时间 直接就突破规则武装起来 目前场上还活着的 只剩下他和被士兵抓住的纳斯丁等人 此时编剧赶紧再送上一个战友给他们 朱天怒劈要挟士兵救下的纳斯丁与小鬼 随后跟辽一起加入战局 双眼斩与红雷闪首度合体抗敌 但依然比不过单身千年的阿罗湖着手 结果这来救援的朱天 反倒也成了阿罗湖的口粮 九剑铠甲得齐八 原本粉嫩的肌肤也变成了钢铁色 阿罗湖基本已经快变成完全体了 他挥舞着巨剑朝辽砍来 身体虽然庞大但速度丝毫不减 辽闪过一剑后 跳上空中使出全力一击的双眼斩 没想到阿罗湖完全不闪避 承受了这击依旧完好无缺 随即一把抓住辽 准备将最后一剑铠甲吸收 此时阿罗湖的身体突然动不了 原来是先前吃坏的东西 四大金刚在他身体里面搞怪 辽这才明白 原来四个同伴还没有被消化掉 结果这时却换辽的智商掉线了 开始担心起 要是解决掉了阿罗湖 同伴就会身亡 于是跟阿罗湖玩起了 你追我跑的游戏 我说你应该先担心 怎样才能打败阿罗湖才对吧 辽一下就被逼到屋顶边缘 眼看就快要摔死 幸好白岩及时冲过来神救援 载着辽满屋顶逃窜 这下又能开启第二回合的 你追我跑 阿罗湖被这波操作搞到有点恼火 对辽使出当马的绝招天空波 是的你没看错 被他吸进体内的同伴招式一一呈现 深的超流破 真是的雷光斩 最后打出锈的盐铁碎 终于将辽击落 这下连坐骑也没了 辽终于要被阿罗湖给吸收 此时突然有人使出动漫界最强奥义 回忆时停 辽张开眼睛一看 是阴魂不散的家雄须 他让辽看见千年前发生的事 某日妖邪帝王阿罗湖降临人间 企图统治人类世界 年轻的武士加雄须带着白眼前来阻止 随即人对妖兽对兽展开一场激战 而加雄须手中握的剑 就是后来的袭杖 由于当时阿罗湖还没变身为晋级的巨人 所以一招就被加雄须给解决掉 虽然阿罗湖的妖邪之力回归到妖邪界 但身上穿的那件铠甲跟头发却留了下来 而且上面的怨念并没有从铠甲上消失 于是加雄须灵机一动 把阿罗湖的铠甲重新打造成九件铠甲 并将 仁 义 理 智 信 忠 孝 替 忍 九种精神注入其中 后来又几经战乱 动荡的心在人世间蔓延 忠孝替忍 这四件铠甲的邪恶之心觉醒 反而帮助阿罗湖在这时代复活 回忆完前世 辽就直接被吸收了 啊 这是 当麻 真是 秀 身 原来你们都在阿罗湖体内躺平摆烂 那我这么累干嘛 我也要躺平一起摆啊 站起来 辽 你不是还有生命吗 有生命的话就要继续打到死为止啊 看 我又不是圣斗士 为什么要站起来打 别废话了 每个动漫结尾都是同样套路 你再不起来的话 安息教练就要来找你了 好吧 算我倒霉了 所有人把力量都借给我吧 就这样 被阿罗湖吸入体内的辽又重新飞了出来 这次他吸收了同伴的力量后 进化成一具白色铠甲 此铠甲名为辉煌帝之铠 当然辽现在还不晓得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这个谜要等到第二步才会解释 穿上辉煌帝铠甲后 犹如穿上黄金圣衣 最后辽使出了威力巨大的双眼斩 将阿罗湖连同妖邪城一刀解决掉 四个同伴也从阿罗湖体内喷出 所有人化成光球一起飞回人间 第一部的故事就到此结束 人间恢复和平 之前被妖邪界抓走的人 像是乱马还有H2的古赫春华 通通被放了回来 只是大家都失去有关妖邪界的记忆 被破坏的房子 也像跟神龙许愿一样瞬间复原 除了了因为损耗过度还需调养外 其他人都恢复正常生活 不过由于阿罗湖打通了连接人类世界的通道 有个叫沙兰方的家伙 正对着人类世界虎视眈眈 另一方面 纳斯丁也在调查那件白色铠甲的来历 还从爷爷留下的资料中 发现一种不输给第七感的超弹动之力 超弹动其实是玩具厂商Takara 制作的铠钻系列名称 这系列玩具有个特征 就是人物四肢都装了弹簧 目的是为了让玩具做出各种扭曲的高难度动作 但玩具做成这副模样 删击是一定的 没想到金主反而指责动画的制作团队 没在动画里使用超弹动的名称 造成商品滞销 后来玩具厂商要求动画制作组 要在每人的必杀季前 用大大的汉字打上超弹动三字 有风骨的导演非常不同意这做法 认为这样的置入性行销 玷污了凯撰这部作品 结果下场就是 导演被撤换掉了 玩具照样删击 不过换了导演后 原本是给热血小男孩看的动画 在TV版中后期 竟也掌握无数少女粉丝 这也是玩具厂商始料未及的吧 回到故事剧情 曾氏跟当麻在外面收集情报 回来的路上 突然一扇要挟大门出现在他们面前 刚刚在偷窥的这个沙兰芳 从里面走了出来 先是屁了一下自己有多厉害 接着询问两人 谁是打倒阿罗湖那件白色铠甲的主人 正所谓 君子动口不动手 不是君子的曾氏与当麻 立即出手痛扁沙兰芳 结果两人的攻击竟直接穿过他的身体 接着就被电得哀哀叫 沙兰芳在得知两人不是白色铠甲的持有者后 就横讲伍德的离开了 两人回到别墅告诉大家这件事 为了让辽能够好好休养 四人决定一起出动来教训沙兰芳 来到上次遭伏击的地方 先是让秀与生当幼儿引出沙兰芳 曾氏跟当麻则穿好铠甲 躲在暗处偷袭 没想到两人的必杀技 照样打不中对方 这次换四人同时被电 然而却也在月亮露出来后 发现地上的沙兰芳只是影子 此时的辽也在白岩带领下来到附近 由于体力还没恢复 来的也只是挨揍的份 危急时刻辽的铠甲 竟然主动吸收其他铠甲的力量 再次化身为辉煌地 一上场马上给足了玩具厂商面子 一招超弹动双眼斩直接打退沙兰芳 这击过后 辽也体力透支倒了下去 不过前面都看到了这地上的只是影子 我也不明白辽为什么不打天上的那只 更不明白五人都倒下来了 沙兰芳为何不动手就离开啊 回到别墅后 同伴们都因为被强迫取经 虚弱到不成人形 但为了不让辽有太大心理压力 众人还是要装作没事 强撑着在那边嬉笑打闹 这拙劣的演技让辽着实有点看不下去 于是独自一人到外面冷静一下 结果马上就碰到一群要挟士兵袭击 原本这个人字只会出现在额头上 到了第二步就变成一颗用来换装的珠子 越来越有礼剑八拳钻的味道了 解决掉这群要挟士兵后 沙兰芳传声告诉辽 有尬词的话就来东京湾找他 辽不想让同伴们再次受到伤害 但又想找一个坦来帮他挡刀 倒霉的白眼就成了他最佳人选 两人在赶路时刚好被屁孩看到 屁孩看辽神情不对赶紧通知其他人 与此同时辽也已经来到东京湾 沙兰芳一现身就用海带将一人一壶给困住 随即使出一招深怨斩将辽给打趴 还从眼睛伸出电线 又将辽身上的白色铠甲抢过来 此时白眼突然战力爆棚 挣脱束缚将辽救下 还抢了沙兰芳的武器 虽然最终还是抵不过对方的法术 再次被海带捆绑 但也替辽争取到一点时间 让他回血站起来 你的弱点就是不吸收别人的力量 就只是一只弱鸡啊 哼 你的弱点就是同样招式 不能对我使用两次 看我的双眼斩 哎 靠腰 为什么圣斗圣的二次定律在凯专不行啊 辽再度被圣院长给击落到海里 此时白眼的哀嚎声将同伴们吸引了过来 不过这里早就埋伏了不少要挟士兵 而海底的沙兰芳打算用死亡之火将辽烧得只剩铠甲 结果倒霉的是在上面战斗的同伴 因为辽被火贯穿了四肢 伤害都会传送到相对应的同伴身上 但沙兰芳还是太小看辽牺牲队友的决心 既然同伴都来了 不吸收一下怎么对得起自己 随即四人力量再次集中到辽身上 辽皇帝再出一招超弹动双眼斩 直接秒杀沙兰芳 这个说什么自己比阿罗湖还厉害的家伙 两级就挂了 可是新的问题却浮出水面 辽的烈火双剑 因无法承受辽皇帝的力量而损坏 不过别担心 送剑的人马上就来了 继沙兰芳后 妖邪界界又来了一个叫剑武卿的人 而且他的出场相当霸气 还自带一只穿铠甲的老虎黑炎王 回到住所后 众人也开始讨论聊的武器问题 纳斯丁想到 既然烈火铠与烈火剑是一套装备 那肯定也有属于辉皇帝之铠的专武 问了一下Google大师后 得知有一把宇宙超级无敌厉害的钢烈 不是 是钢烈剑 被封印在富士山下的青木原树海 谈话间 那只穿铠甲的黑炎王突然出现 秉持着一山不容二虎的精神 白炎立刻冲上去与他对干了起来 不过黑炎王来此的目的只是为了侦查敌情 随即就消失在众人面前 由于大家很困 决定先睡一觉明天再去找剑 没想到剑武卿已经抢先一步得到钢烈剑 还特地再去打造一对假的放在结界里 隔天 主角们来到青木原树海 要找封印剑的地方 简直比找便利商店容易 大家轻松破除结界后 辽才发现眼前的钢烈剑只是赢品 看来你们白忙了一场啊 小子 你就是昨晚的这黑虎的主人吧 我是妖邪界第一剑客剑武卿 来人间界是为了挑战打倒阿罗虎的家伙 如果能打败我 这对剑我就拱手相让 否则就乖乖献出白色铠甲吧 说吧 双方立刻动起手来 同伴们这次都很适项 反正迟早都会被辽吸走力量 不如自己先送上 就在辽打算使出超弹动双眼斩时 猎火剑终于承受不住力量而断 然而剑武卿的刀已经劈过来了 围起时刻 白眼突然冲过来替辽挡了这一刀 剑武卿看了也有点动容 既然大家都有只喵心人 何苦为难对方 于是便看在白眼挨刀的份上暂时离开 其实这个剑武卿也不是坏人 很久以前 他曾为了第一剑客之名单挑阿罗虎 明明说好只比剑招不比内力 没想到阿罗虎快落败时 竟然不讲武德开启血轮眼 导致剑武卿挨了一枪坠落断崖 幸好黑眼王跳下去救了他一命 故事回到辽这边 白眼受伤不清 又不肯乖乖吃药 辽为了此事相当自责 同伴们商议之后 决定让辽先退出战局冷静一下 陷入懊悔中的辽在竹林里自暴自弃 此时剑武卿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他并非来趁人之围反而是开导辽 决定战斗的并不是武器 而是战斗精神 他要辽换一颗星好配得上他的白色铠甲 夜晚辽又陷入断剑纠结的恶梦 白眼听见外面的低吼声 不顾伤势跑了出去 二度跟黑炎王杠上 不过白眼这次的目标是黑炎王身上的刚裂剑 在夺剑的瞬间也受到黑炎王致命一击 等辽赶来时 白眼已经撑不住了 他将夺来的剑交给辽后就直接倒下 而剑武清也刚好来到现场 现在一人一把剑谁也不吃亏了 辽你放心我们来了 这是我个人的战斗 请你们别插手啊 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比起剑术 辽远远不及剑武清 随即剑武清开出大招力叠天舞 想直接结束比赛 同伴们见状赶紧传宫给辽召唤辉皇帝之铠 看你不是说这是你个人的战斗吗 两人同时使出必杀技护砍 最终刚裂剑还是选择了辽 剑武清临终前告诉黑炎王 白色铠甲的少年一定能够继承自己意志 要黑炎王跟随在他身边 一边是死了老虎 一边是死了主人 刚好是绝配 黑炎王便将灵魂寄出到白炎身上 白炎因此得以重生 某日又有一颗流星坠落到九州的阿苏火山 没意外这又是妖邪界派来的刺客黑洋炎 原本火山活动剧烈的阿苏火山 立即结上厚厚的冰层 另一方面 辽也来到富士山口修复猎火箭 只见他随意将断掉的刀刃扔进岩浆 猎火箭就像比克的手从断掉的地方长了出来 而在回城的途中 辽就遭遇到黑洋眼拦路 自从辉皇帝铠甲问世后 辽原本的猎火铠甲就跟垃圾没啥两样 一招就被对手的鞭子打败 目前战机零胜三败 只是没想到辽召唤队友的速度比顺召唤一挥还快 同伴莫名其妙就出现在他身边 杨炎见对方人多是众 也画出五个分身来应战 不过这几个主角其实是白炎 他在接收了黑炎王的灵魂后 也可以跟众人一样进行武装 虽然表面是黑炎王的造型 但名字为白炎王 身上背的正是钢烈剑 同伴们在快要被冰冻之际 再次将力量借给辽 这次辉皇帝之铠配上钢烈剑 整套装备齐全 一招闪皇宅秒掉指出来一击的黑洋言 此时突然一扇妖邪们出现在面前 门后传出的竟是阿罗虎的声音 准备回到我身边了吗 妖邪的孩子们 阿罗虎你竟然还活着 充满着破坏力的那件铠甲 总有一天一定会回来妖邪界的 我期待那天的到来 拜 不仅是阿罗虎没死 连魔匠也都复活了 首先登场的是毒魔匠纳雅措 他用毒液制造出一件跟水虎一模一样的铠甲 连必杀技超流魄威力都比原版的水虎强 纳雅措自动请鹰要去对付水虎的声 另一方面 在主角团这边 因为听了阿罗虎的话 也对铠甲力量产生质疑 生怕继续下去 自己真的会变成妖邪 阴魂不散的迦雄须 晚上赶紧跑来对每个人托梦 他问了 虽然能劈开岩石 但能否切断火焰 其他人虽然话题不同 但也都大同小异 总之就是在告诉大家 力量是有极限的 但新的磨练是没有极限 隔天五人醒来后 就决定前往之前的封印地点修炼 首先是生来到明门海峡的漩涡里游泳 本以为穿过漩涡就能领悟新的力量 结果啥都没有 此时假的水虎找上门来挑战 眼看冒牌货的力量跟速度都在自己之上 生被打到有点怀疑人生 赶紧使出超流魄 没想到冒牌货的超流魄比他还强 生被打趴的瞬间 想起家雄区要他磨练心智的话 于是他放弃抵抗 直接承受对手的超流魄 用心体会浪涛的流动与之融为一体 误出了超弹洞超流魄 消灭冒牌水虎 但由于对方的铠甲是由毒制成的 被打爆后毒气四散 为防止蔓延开来 生唯有用水流将毒都冲入体内 最后倒地不起 被奈亚措扛回妖邪界 紧接着是真士 他在前往秋方洞的路上 救了一只被狼群围攻的小鹿 结果小鹿也被真士的力量吓跑了 没意外的话 他的对手又是老面孔暗魔匠恶努迷手 恶努迷手开启了动漫主角 常对反派使用的对话视窗 你还没发觉吗 你已经成为人间凶器了 体内散发出妖邪之力 连小动物都害怕 干脆加入妖邪界 我们一起共创美好的未来吧 住口 我跟你们是不一样的 真士无一反驳 只得卸下铠甲逃离现场 随即找了一处瀑布 在底下打坐进心 但恶努迷手可不会这么容易放过真士 他拔出黑狼剑 开始吸收周围的光 顿时天降大雪将四周森林 化作一片死疾动土 许多无辜的生命也因此消失 真士终于忍无可忍破冰而出 在秋方洞内找到罪魁祸首恶努迷手 真士不顾一切 再次披上光轮铠甲 此时的他终于明白 即使自己的力量充斥着妖气 但只要心还没有被腐蚀就不会走偏 随即领悟出了超弹动雷光斩 打败恶努迷手 但他的妖气同时也引出了妖邪大门 此时 真士突然将光轮之铠分离出去 在自己的心还没问乱前 一刀将这代表妖邪之力的铠甲 亲手埋葬掉 然而正是因为他的这份决心 竟然让铠甲内残存的阿罗胡妖气 瞬间消失 铠甲与剑又重新发出光芒 不过也因为自己大意没闪 被阿罗胡从门后偷袭带往了妖邪界 接下来轮到秀了 他在前往大雪山途中 遭到幻魔将罗咒罗袭击 罗咒罗很好心的指导秀 只靠力量是无法打赢的 还派出两个沙龙人陪他练功 因为秀虽然能轻易破坏岩石 但对沙子却束手无策 所以迦雄虚才要他用心寻找沙漠之眼 但秀就是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家伙 误了半天还是误不出什么 罗咒罗只得又另辟一处练功场 他要杀龙人发功 将四周花草树木全都变成石头 等秀来到此地双方再度展开交手 结果秀的一招岩铁碎 竟将石灵变成一片沙漠 在这里秀的拳脚功夫完全施展不开来 很快就被对方打趴在地 不过算算时间这集也该结束了 倒在沙地上的秀立即明白家雄虚的话 所谓的沙漠之眼并不是真的要你去感染沙岩 而是趴在沙子上让身体和大自然融为一体 之后就是同样套路 使用超弹洞掩铁碎击败沙龙人 一旁看戏的罗咒罗不想和秀硬碰硬 他告诉秀水浒和光轮都被抓走了 想救他们的话就到妖邪界来吧 于是秀变水的罗咒罗一同进入妖邪门 画面来到当麻这边 他不敢告诉大家自己没办法上宇宙 于是跑到天之桥利来朝天空怒吼射箭 乱射一通后就说自己心中已经没有迷惑了 算了随便塌吧 突然一道闪电朝他劈下 等当麻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漫步在云端 此时本作最美的女角加油罗终于登场 他告诉当麻水浒光轮金刚都被妖邪界抓走了 当麻不相信他所说的 随即就用刚领悟的超弹洞天空波射了过去 加油罗闪过这集后也没继续纠缠 他告诉当麻已经知道天空的力量 现在只剩下烈火了 说吧大笑几声后便离去 另一方面辽也在富士山底的岩浆修炼 他和当麻一样没受到魔将骚扰 靠自己参透加雄区的话 心中不再迷惘 随即加油罗出现在辽面前 而当麻也同时赶了过来 他要加油罗把话说清楚 秀他们究竟怎么样了 加油罗也懒得多废唇舌 直接拿出正式的光轮剑和身的二条枪 并告诉辽 你们迟早都会来妖邪界报道 说完又离开了 而当两人回到别墅和纳斯丁商讨对策时 天空中突然直播正视三人在妖邪界被虐的画面 原来是加油罗又出现了 而且这次是以真面目示人 辽看见他是个人类有点吃惊 加油罗则说别看他外表这么正 他阶级比三魔将还高 于是就直接进入战斗阶段 辽虽然也领悟出了超弹动之力 但双眼斩直接被对方破解 两人随即被加油罗的绝招蓝星斩打趴 趁当他准备打开妖邪门将两人带走时 那把熟悉的席杖又出现了 而且一根手杖还能抵水浒光轮金刚三人之力 辽再次进化成辉煌地 接着一招超弹动闪黄斩砍来 加油罗伸手敏捷赶紧逃跑 不过背后的妖邪大门吃了这招直接被打烂 事后两人还在想 家雄须是否还活着时 观众一定觉得怪怪的 家雄须什么时候去染成红头发啊 隔天加油罗就找上了席杖的主人 对战中他发现此人并不是家雄须 正打算揭穿他的真面目时 神秘的红发僧人靠着席杖的帮助 瞬移离开了现场 另一方面 辽与当麻决定进入妖邪界解救同伴 不过他们不走妖邪大门 而是决定去当初妖邪城降临的地方寻找线索 此时神秘红发僧人来到他们面前 摘下斗笠一看 竟然是曾经的鬼魔匠诛天 如今的朱天已经继承家雄须的一切 要代替他完成还没做完的事 而就在辽他们来到新宿街头时 加油罗也早猜到他们的动向 在此等候他们 双方也不管路上还有多少车子跟行人 随即打了起来 不过从先前的交手就知道 辽与当麻根本打不过他 危急时刻白岩突然冲过来 一爪触碰到加油罗胸前的挂饰 加油罗突然就像断线了两三分钟一样 辽他们则趁机武装起来 两人一虎硬扛下加油罗的大招 眼见时机成熟 朱天将袭杖朝天空一扔 通往妖邪城的圣桥再度被开启 辽不想与加油罗纠缠 随即两人一虎登上圣桥去往妖邪界 留在人间界的纳斯丁 终于放下对朱天的成见 聆听着他讲述自己的故事 数百年前的战国时代 朱天本是一个小国的武士 为了家族的统一大业日夜不停征战 然而乱世却没有因此终结 他开始对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焦躁 也就是因为这样动荡的心 才给阿罗虎可乘之机 朱天抵挡不住诱惑 接受阿罗虎的力量 结果却成为被他驱使的鬼魔将 多亏家雄须指引 才从阿罗虎的妖邪之力中释放 为报答这恩情 朱天义无反顾踏上家雄须之路 话才刚说完 就感觉到一股不寻常的妖力 原来是幻魔将罗咒罗前来清理叛徒 不过刚从武士转职成法师的朱天 轻松就打败眼前这昔日的同僚 本打算给他洗脑 要他遵从铠甲本心 看能否变成同伴 可惜最后还是失败 另一方面 辽宇当麻终于来到妖邪界 刚踏进这里就有群邪灵众 跑来讲解游戏规则 欢迎来到快乐与欲望的都城 烦恼金 阿罗虎大人在最里面的天守阁等着你们 照惯例要打败大魔王才能救出同伴啊 而阿罗虎早已附下天罗帝王等待辽他们 他将征士三人关进一个叫鬼面堂的地方 利用地灵众师法抽取三人铠甲力量 制成一把妖邪之刀 再将这把刀交给守城将军堕罗 随后城门大开 堕罗带着妖邪大军直奔辽宇当麻 虽然知道反派都会人多欺负人少 但这种千军万马的阵仗 还真让辽吓到差点闪尿啊 这也太不讲武德了吧 别乱放大招 MP省着点 由于对方兵马实在太多 身为智将的当麻提议单点突破 擒贼先擒王 很快他们就杀到堕罗身边 不过堕罗本身实力就不俗 再加上妖刀在手 一时间也无法将其拿下 留守在城内的三魔将坐不住 也将请因出战 做人不能以多欺少 会弱人口实的 靠腰啊 都排出千军万马的 也不差我们三个吧 别再说了 找你们来是要给你们科普知识的 阿罗湖叫来地灵众之手巴陀门 讲解白色铠甲之谜 白色铠甲名为灰黄帝之铠 每当世界充满邪恶的时候 灰黄帝就会降生于世 不是应该是圣斗士会降生吗 看啊 我在讲话你别插嘴啊 根据传言 当灰黄帝铠甲的真正力量发动时 这个世界也将走到尽头 因为如果世界的黑暗与罪恶通通消失 那一切都将返回虚无 所以让我得到这件铠甲才能拯救全世界 这样你们明白了吗 画面回到辽这边 连超弹洞双眼斩都破坏不了妖刀 辽渐渐落雨下风 当马当机立断 抢了一匹马朝城堡奔去 目前只有变成灰黄帝才有胜算 而堕罗手上的妖刀 因为夹带针士三人的力量 所以能轻易地使出他们的必杀技 正当辽陷入危机时 五件铠甲突然产生共鸣 当马也因此得到同伴们的方位 凝聚力量射出彗星一箭 箭矢直接射穿鬼面堂 落到三人面前 众人立即心领神会 朝剑射过来的方向传送力量 帮助辽变身成灰黄帝 随即使出超弹洞闪黄斩 解决掉堕罗 事后两人也抢了一艘小船 悄悄潜入城堡 而在阿罗湖这边 巴陀们又献了一招阴险的毒计 由于三魔将的铠甲和辽 连同地灵众一起注入烈火体内 这样召唤出来的辉皇帝 就会成为阿罗湖忠实部下 阿罗湖听完相当满意 但嘱咐巴陀们 不能让三魔将知晓这个计划 接着巴陀们将一袋光纱交给加油罗 要他从旁协助 在妖邪城内一语 三魔将因为最近老板都只爱女员工 冷落了他们 只好躲在同温层取暖 抱怨到一半便接获出阵的命令 先前躲躲藏藏进入妖邪城内的辽与当麻 还是不幸被敌人发现 立马就遭到三魔将带队包围 两人且战且逃杀出一条通路 然而来到一座桥边 被加油罗给拦下 与此同时 三魔将也追了过来 三人以为加油罗是来抢功劳 爆发一阵口角 加油罗懒得解释 直接洒出了光纱 幸好白眼反应灵敏及时闪开 光纱撒在三魔将身上 三人顿时无力倒地不起 不过辽宇当麻不是加油罗对手 交手没几下 两人也被光纱给控制 潜伏的地灵众 立即与三魔将之力 一同进入寮的体内 人质笑涕忍 五魂入体 辉煌地在线 可是因为妖邪之力 正在侵蚀寮的身体 使得白色铠甲逐渐失去光辉 危急时刻 出手相救的竟是三魔将 正在收看直播的阿罗胡说 这是因为三魔将失去妖邪之力 所以他们现在是依照铠甲的本心行动 但就算是三人联手 依然还是被加油罗吊打 寮最后还是得靠自己 驱逐内心的邪恶之力 再次以超弹洞闪皇战 打退了加油罗 不过由于辉煌地之力 逐渐觉醒 这集的余波竟然穿透妖邪界 来到人间界 造成结界被打通 东京天空再次出现妖邪城影子 而这正是阿罗胡所乐见的 高兴之余 他赐予加油罗能暂时卸甲休息 这幻装的画面 我知道大家不喜欢就先跳过了 另一方面在人间界这边 纳斯丁察觉案情并不单纯 于是又开始查询 辉煌地有什么大秘宝 结果还真让他查到了 辉煌地的装备除了钢裂剑 还有一个叫生命宝石的东西 此时突然有一群妖邪士兵 过来袭击他们 幸好有朱天这个超级保镖在身边 但妖邪士兵也趁机 将生命宝石的消息传回总部 巴陀们得知后非常震惊 只说他们触碰到了 不该触碰的东西 相传生命宝石 是人类持续祈祷了一亿天的结晶 是专客他们这些妖魔鬼怪的圣物 于是派出一个叫 恶直罗的家伙去阻止他们 同时也因为人间界和妖邪界的通道被打通 阿罗湖又下令开始疯狂抓人回去妖邪界 之前也说过 在日本要找什么传说中的秘宝 比找便利商店容易 纳斯丁他们很快就在美玉湖里 发现一座骨坟 里面果然不寻常 还有一堆死人骨头看守 很快就在骨坟的最深处 发现生命宝石 由于有人职在守 朱天也不敢轻举妄动 结果竟然是刚刚那群死人骨头 出来消灭妖邪士兵 朱天也趁机解决掉恶直罗 死人骨头看到朱天手中的席杖 当场下跪 原来他们是守护生命宝石的武士亡灵 工作了千年 连一毛钱都没领到 朱天看他们可怜 便将他们净化投胎去了 他将生命宝石交给纳斯丁保管 等待再次进入妖邪界的时机 画面再来到妖邪界这边 巴陀们正带领着邪灵众 在城堡四周建造九座高塔 辽他们虽然觉得有意 但当前还是以救出同伴为第一优先 可这妖邪城回廊 比月风魔传鬼岛的迷宫还难 他们都走了两级还没走出去 最后还是中了陷阱 被刚收架回来的加油罗困在地牢 辽想到圣斗士都能打碎岩石了 还会被地牢关起来 他们绝对不能犯这样的错 于是两人立即进行武装 放出必杀剂破坏岩壁 结果误打误撞就来到 关押同伴的鬼面堂 面对加油罗的挑衅 辽直接大招超弹动双眼斩就砍了过去 没想到同伴早已被转移到了其他地方 辽的攻击打在之前 吸收同伴之力的鬼面上 现在换他自己的能量不断地被吸收 没多久精力又被榨干 只剩当麻一人 不过这举动也让席杖与生命宝石产生反应 诸天他们顺着宝石的指引前往妖邪界 而在当麻这边 他明白自己不是加油罗对手 但也不能让队伍全灭 于是打算牺牲自己 掩护白岩带着辽离开 就在他被加油罗的绝招打飞 快变成自由落体摔死时 天空铠甲突然开启了飞航模式 此时白岩也不知从哪弄来一招小船 当麻赶紧飞到他们旁边护卫 果然加油罗也随后追来 还带了一大群士兵 这下可谓是被逼到绝境了 幸好危急关头 诸天他们及时赶到 而辽在休息一下后 也能起来继续战斗了 接下来双方展开一场激烈大混战 战斗中 小屁孩终于发现生命宝石的奥妙之处 就是能让靠近他的妖邪士兵灰飞湮灭 女人小孩动物组这边 暂时没多大的危机 但另一边的战斗可就没这么乐观了 没有辉煌帝之力的辽与当麻 根本打不过加油罗 当麻还因为太冲动 被加油罗绝招击中 遭到士兵围捕被吊起来带走 眼见情势不妙 朱天赶紧拦住加油罗 让辽先去追船救当麻 两人二度交手 这次朱天不再保留实力 用席帐挡下加油罗的蓝星闪 就在他打算给加油罗致命一级时 席帐却突然停止了动作 加油罗也趁此机会逃跑 换面来到当麻这边 原来他是假装晕倒 故意被抓的 目的就是为了找到 忠实三人被封印的地方 这下得来全不费功夫 当麻随即从背后抽出三支剑 投向同伴们的铠甲 帮助他们解封 另一方面一路追赶而来的辽 在地下水脉又遭遇到 被洗脑回去的三魔匠 在一打三的情况下 辽马上陷入酒精 结果屁孩靠着生命宝石 一路开挂开到这里 本以为这东西只对低等怪有用 没想到连三魔匠这样的中boss 也能击退 屁孩本想连加油罗一起收拾 可他竟然不怕生命宝石 发出了光芒 加油罗准备动手时 水底突然射出四道光柱 原来是当麻解封成功 这下五个凯斗士终于又到齐了 随即刚被宝石打退的三魔匠 也从水里冒出来 他们三人为了绑回颜面 各自带走一个凯斗士进行单挑 有别于之前旧的对战组合老是吃亏 三魔匠这次决定换新的对手 暗魔匠恶努弥匪 对上的是水浒生 这下再也没有光轮那把会发光的剑 暗魔匠可以任意在黑暗中发动攻击 独魔匠纳亚厕对上烈火疗 以往毒液都会被水浒的水流冲走 但这次烈火的疗完全拿他没辙 被关在充满毒液的房间无法脱困 只有混魔匠罗咒罗还是老对手金刚秀 因为秀从来就没有破解过他的幻术 罗咒罗还是同样变成巨人跟秀交手 而上面的当麻与争士同样陷入苦战 虽然是二打一 但完全不是加油罗对手 五人全部陷入危机 结果还是得靠诸天来帮忙 他借由席杖的指引 首先打破毒墙救出辽 然后破除幻魔匠的幻术救下秀 三人再一同来到黑暗房间点灯解救生 所有人都到齐后 立即召唤出辉煌地之铠 用老方法超弹动闪黄斩打败加油罗 而就在他胸前那块吊势被打飞后 加油罗似乎想起了什么东西 辽本来想给他最后一刀 却被诸天挡下 连生命宝石都做出剧烈反应 为了不让加油罗的身份被发现 阿罗胡赶紧又将他给回收 面对众人的质问 朱天也不明白为何席杖不想伤害加油罗 于是他决定留下来断物加雄旭的意志 辽将纳斯丁与小鬼留下来交给朱天照顾后 五人就朝着阿罗胡城堡进发 回到加油罗这边 他被带回后又穿回了和服造型 由于胸前的吊势已经损坏 再也封不住他的记忆 原来加油罗竟然是加雄旭一组的人 其实看他们名字都有个加字 应该也早就猜到了 小时候阿罗胡袭击了加雄旭的村落 年仅八岁的加油罗就被阿罗胡带走 不但被封印记忆还培养成妖邪界的战士 看来他的记忆已经逐渐恢复了 如果没有加雄旭一组的力量 不要凑齐九件铠甲将会有变数 阿罗胡大人 我倒有一个办法 只要让我进入他的体内 嘿嘿 看 我们是优质频道 你想害我被黄标吗 我的意思是说 让我附身在他身上 就能继续利用他的力量 原来还有这么简单的方法 快去执行吧 随后巴陀闷变施法 强行占据加油罗身体 这举动也让席帐产生强大反应 朱天这时终于明白 原来加油罗就是加雄旭的后人 所以席帐才会出于本能的保护他 正谈话间 三人所在的小屋遭到三魔将攻击 为了保护纳斯丁与小鬼 朱天唯有再度与席日的同僚交手 而孤君深入的聊他们也出现了变数 巴陀闷夺射了加油罗身体后 释放出妖邪炸弹来对付凯斗士们 朱天遭三魔将困住 一时无法搭救 五人健壮赶紧集中力量召唤出辉煌帝之铠 但是他们太小看妖邪炸弹了 闪皇战与妖邪炸弹对拨竟然败下阵来 五人遭到重创倒地不起 等朱天来到现场已经慢了一步 他发现加油罗被巴陀门控制 顿时怒不可遏 正打算大开杀戒时 三魔将又追了过来 这时加雄旭的席帐突然发光 将鬼魔将的头盔交还给朱天 演到第二步快结尾 朱天终于再次披上铠甲 朱天使出红雷闪将所有人困住 不过这招对加油罗没用 他立即挣脱铁链与朱天对战 与此同时 地灵众也开始对着九座宝塔施罚 不久五艘妖邪船从不同的塔顶飞出 将无法动弹的辽五人分别送往塔里 此时的三魔将也挣脱束缚加入战局 住手啊 难道还看不出来吗 你们也会跟辽他们五人陷入同样的命运啊 别听他废话 我们烤鸡比较重要啊 打败朱天的话 我年终奖金肯定领到爽啊 哈哈哈哈 你们不会有什么奖金啦 你们通通都会变成阿罗湖体理的现金啊 说吧 三魔将的身体竟也被邪灵众控制 原来阿罗湖最初的目的就是要收集九件铠甲之力 来实现他将人间界和妖邪界合而为一的梦想 朱天虽然试图挽救三人 无奈独目难知 最后也败在巴陀门之手 连自己铠甲都陪了进去 久见铠甲入塔 阿罗湖也开始进行最后仪式 不过朱天在即将被献祭时 用尽全力将铠甲化成席杖逃出宝塔 他下定决心 就算牺牲自己也要拯救加油罗 于是再度披上鬼魔将铠甲作战 并硬扛下加油罗的蓝星斩 蓝星斩这招跟他的红雷闪一样都是雷属性 朱天用身体承受落雷伤害 冲上去抱住巴陀门准备跟他同归于尽 巴陀门受不了雷吉脱离加油罗身体 这一瞬间 朱天赶紧将自己铠甲给了加油罗 这下巴陀门再也无法进入他体内 看着加油罗终于恢复自我意识 朱天没有遗憾的死去 结果这下换反派开挂了 明明说好要久见铠甲到齐才能举行连接仪式 现在变成只要日时出现也可以启动 我心中顿时千万只草泥马飞过 纳斯丁他们也没有座椅待毙 趁加油罗对抗阿罗湖的同时 小鬼骑着白眼冲到封印烈火铠甲的塔顶找鸟 并用生命宝石将鸟唤醒 瞬间九塔连心 被封印的八人全都破塔而出 三魔匠这三只田狗立刻赶来加油罗身边 跟他一起对付阿罗湖 五名铠斗士因为地理位置比较偏远 随后也骑马搭船来到天守阁塔顶 这下终于看到九件铠甲同一阵线 不过动画组显然偏心 都没有三魔匠的打斗画面 辽五人联手就已经占尽了优势 无奈此时日时快要完成 所有邪灵众都飞往人类世界开始抓人 阿罗湖也学大金刚爬往一处高塔 并在塔顶施法将这座塔延伸到人类的世界 同时巴陀们也将抓来的人统统扔进塔里 借由人类的恐惧 大大提升阿罗湖的力量 阿罗湖也通过通道进入人类世界 不知为何只有辽五人追来 最后一战了 大家也不想脱戏 直接将力量传送给辽召唤出辉煌帝之铠 随即直接一招烈火拳将巴陀们超渡 失去老大后 邪灵众也全都散去 现在敌人就只剩下阿罗湖了 但先前吸收许多人类精气的阿罗湖战力爆表 竟然将辽的闪黄斩给反弹回来 辽明白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于是铤而走险 主动让自己被吸入阿罗湖体内 用人之心压抑住阿罗湖的力量 要同伴们赶紧利用这机会下手干掉他 为了人间界的和平 四人没有选择 唯有含泪加罗体做出最后一集 至此也完成了铠甲三部曲的共同连结 打最终的boss都要罗体才打得赢阿 然而这毕竟是一部合家欢乐的作品 怎么可以有人死呢 辽也在生命宝石的保护下平安归来 五人终于可以开心毕业将头盔抛上天空 而加油罗也打算带着三魔将回去重建烦恼精 将那里改造成和平的世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终于又讲完了一部作品 如果喜欢阿斯卡这种恶搞的解说方式 请帮忙按赞订阅或分享给朋友 也可以点击右下角超级感谢 请大叔喝杯30元的饮料 不负责任风动漫开启的会员机制 每个月只需75元台币一杯咖啡的钱 就能加入不负责任血汉合约军 会员不但享有优先回复留言 也能进入专属聊天室 跟其他血汉风友们喇一赛 先前因版权问题无法发布的影片 也都会放在会员频道里 每个月除了有会员专属影片外 还会开放一次血汉投票 来决定风动漫要制作的内容 欢迎有兴趣的朋友们加入 不负责任风动漫 我们下集再见